各位朋友可以先欣赏一下 我给各位展现出来的 红山文化的重器 这是在不打光的情况之下 好 我现在打个光 各位这样看呢 又不一样 曝光 包姜 银润 这个使用过的预诊 这一件深坑的 所谓的很有名的 叫做马蹄行器 红山文化 以出土资料来论 现在不足20件 有说12件 有说18件 它在红山一起 出了三件 好像其他的都是红山的二起 这叫做马蹄行器 非常非常的费工 而且它的仪式性非常的强 那我为什么今天主要讲这个预诊 讲这个预诊 我要把马蹄行器拿出来呢 我正常多年的马蹄行器拿出来 就是两者之间的关联 我们做个研究跟探索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你绝对要相信 我们讲的一些什么 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得也好 或者我们借鉴 各种资料 然后所有的博览群书 或博览文物之后 我们所有的融会贯通的论点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不穿浅漏 好不好 跟各位先来个说明 好 接着我们近距离的照一照 这个光 光线 坐着 坐着轻松一点 这惯行器 非常漂亮 惯行器 这个预诊 是更少见的预诊 我们假的不讲 我们讲真的 这预诊 造型非常非常漂亮 打光 再转一圈 给各位看 它是开口笑 开口笑 我们都吃过开口笑 过年一定要吃开口笑 这是标准的张大口 开口笑 开口笑 至于这是什么动物 给各位猜一猜 乍看像猪 又像龙 又有点像人 红栽文化对 红栽文化的复合器 你看什么 它像什么 看龙是龙 看猪是猪 看人 但是它的竹部 是一个什么 兽竹 就是神人兽 三者合一 三位一地 神 人 兽 手 好 再给各位竖起来 打打光 我都拿着很小心的 你看 它这种透光性 而且我们透的光看 可以看到它什么 遇到这种次生现象的变化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美丽 除了看它的美丽 也是鉴定跟鉴赏 可以作为一个什么 重要的一个参考 各位 看一看 说得高高的 尽我的力量 而且我从这个角度看 它的孔道里面 也是 刺身 颜色的 过度 那种层次感 非常强烈 也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一件 珍藏了多年 我很少拿它出来讲 因为刚开始我们出来 还在研究探索的阶段 那现在 我个人已经把它 所谓的一种融会贯通 跟这件器物 两者之间 我就一概括的 来做一个探索 来做一个探索 再用弱一点的光 弱一点的光 它一样展现 这个是深坑 这个是 由深坑 转向熟坑的变化期 这么一点 再给各位用弱光 转一圈 弱光转一圈 给各位看 你看它的脸部 非常的生动 很充满的那种雕塑感 以御者来说 最中间的凹蛙处 凹蛙之处 那线条的幅度 非常漂亮 红杉文化的玉器 很重要的 打蛙工艺 打蛙工艺是红杉文化 最令人称到的 当然包括这御者 跟它的眼眶周围的凹 甚至后来发展成为 瓦钩纹 这是它重要的 特色之一 它的打蛙工艺 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它做造型 因为它都是原雕为主 造型的工艺 形作成造型的工艺 也非常的 而且最早是五千到六千五百年前的东西 你不要用 欧美国家后现代 你现在百来年的东西 事实上 那个时候 它就具有抽象的 后现代 所以现在后现代艺术的抽象 我们看毕卡索的画 我们看毕卡索的画 初看看不懂 慢慢研究 慢慢看 越看越有味道 是啊 我们在五千到六千五百年前的 红山文化的预计上 就展露无遗 这种抽象之美 点到为止 它令人印象深刻 动与进之间 虚与实之间 阴与阳之间 刚与柔之间 它的这种表现的方式 好吧 我想我们既然讲到艺术 我们不一定要 四正四方 我每次四正四方都摆 因为我有点强迫症 可是我就想艺术的时候 一定要打破这个强迫症 绝对不能用 那种什么 对称学 有时候要打破对称 艺术有时候要打破对称 需要有这种事业 所以我们人就讲 我们就虚实刚柔 我们看一件东西 我们自己的修养 也是在虚实刚柔之间 修养 而且我们的用事 我们的处事原则 跟我们审美的眼光 其实有的时候都是什么 跟我们的哲学思想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我们常常讲 老子 老子是一本修行的书 修心的书 哲学的最高指导原则 但是你会用的话 老子 他除了是本体论 他也是方法论 他也是一本谋略 最高的一本谋略之学 比如我们开玩笑 外国人 外国人 以前打波湾战争 那个大胖子 那个天才 智商180的 史瓦斯科夫将军 我讲第一次海湾战争 最厉害的是他 天才 军事家 他就规定他的所属 一定要人手一份的 翻译本的 孙子兵法 我说 但外国人知道孙子厉害 我们中国人知道老子更厉害 孙子之上还有个老子 虚怀若骨的老子 所以我们中国人读老子 外国人读什么 孙子 开玩笑 所以我们早期在英国待的时候 英国 接待很多朋友来英国的 广光客 或者是短期拘留 走的时候 一定要带他去买一件 Burberry的风衣 可是我们长久住在英国的人 Burberry的风衣一定有 我们看多了 但是我们更喜欢用的是 A跟B嘛 A日更有品味 你没有住过英国的人 基本上不知道 你住过英国的人知道 那是非常重要 A跟B等于是等号 可是它品味上呢 A游胜与B 可是观光客都是要 我们开玩笑 外国人最厉害的人 他也是孙子 中国人厉害的人是什么老子 这是一个玩笑话 不过也带了一些哲理在 给各位参考 我们还是来一件 来个仪式性的 开展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 大师真场 管我预期 的第七十一集 也就是第七十一讲 一经 移卦 什么叫移啊 吃东西 那个卦像就像一个嘴巴 上下两杠是羊摇 中间是个咬到鹰咬 叫做三雷仪 三雷仪更富万 更在上 正在下 三雷仪 就是张嘴巴吃东西的像 三雷仪 的初九谣 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谣 初九谣 就被论定为凶 什么凶呢 十二雷 我有讲它的原文 初九谣 一挂 三雷仪 一挂的初九谣 最下面那个谣 十二零归 光我朵银 凶 哈哈 段句 很干脆立录 我再讲一遍 十二零归 舍弃的舍 十二零归 光我朵银 凶 诶 这一挂是很重要 一挂 是很重要 我们 初九 是凶 他就跟你讲 你要好好地修行你的哲学 修行你的修养 你好好地养你的心 而不要在于我的这个口腹之鱼 或者成口舌之快 灵归 是在上周以前 那是一个什么 国宝 而且是一个什么 龟龄龙凤 我们四灵之一 四种灵兽里面的龟龄龙凤 当然以龙为首 但是龟龄龙凤 龟啊 来 我们常常都把它讲到第一个 为什么龟 我们甲骨文呢 也是从 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一种普世学 普世学不是算命学 当然是普的不是个人的运 他那时候普的国家的运 要不要战争 求雨 或者是五股丰登佛 有关人的性命呢 就跟现在花莲大地震 四零山大地震一样 九二一大地震一样 现代的人 对大自然 都这么样的一个什么 有无力感 何况三千年前的人呢 真正的龟就扮演出 这种跟天 人 地之间 的一种灵动 它可以做沟通之用 所以舍尔灵归 管我怼 你不要光在那儿 大吃大喝的 或者什么 瞎白话 砍大山 你回去好好地修养 否则你就是凶 这个是 龟的一个重要 当然 我们讲的山的仪卦 很重要 各位 山的仪卦 你养生 你要看它 养心 你要看它 山的仪卦 十二灵归 管我躲一 就是养心 还有 他的六五 我们都知道 他的什么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出述 虎士丹丹 现在成了俗语 虎士丹丹就来自于宜卦 六四雕 六四雕跟初九雕 两者相应 阴阴阳的相应 而且六四雕又在上面 所以它是什么 虎士丹丹 这样老虎去捕猎物 但是呢 它是一个急的 显得真急 虎士丹丹 什么 奇雨 足足 奇雨足足就是什么 我摆明了要吃东西 就跟我女儿 前两个礼拜 做了演讲 她去非洲野生动物 她去做义工 非洲野生动物 它一个食物链 当然老虎是在高层 老虎不在非洲 但是 非洲的 大猫是 狮子 都一样 他们都是食物链的顶端 他们向下去寻宝猎物 他们 他们吃 不是口腹之鱼而已 他们吃是为了 延续生命 所以这个 这是能够接受的 这个食物链本身 它是种优生嘛 优生学概念 所以 虎士丹丹 奇雨足足 它的欲望是很正直的 不是什么 很虚假 虎士丹丹 奇雨足足 它反而 而且 四窑的阴窑 跟初窑的阳窑 之间两者阴阳 合得相应 而且 它是向下去求 所以虎士丹丹的奇雨足足 它是向下去求 向下去求的养生 这是符合大自然界的 我们讲的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大法自然 你一定要自然 才是道 它这就是一种自然 它没有违背自然 所以初九 遥跟六四 两者相应 一个凶 一个脊 它在中间就有这种哲理 在里面 而且大家在虎士丹丹的出出 哦 有那 刘大自然 还宜挂 虎士丹丹 起雨足足 虎士丹丹反而是脊 真脊 好 我再讲一个 灵规的现象 易挂跟损挂 我们现在呢 做生意的 损易表 损易表 损易表是来自易经 损挂跟易挂 两相重的挂 损挂跟易挂 都有提到 六二跟六五 都有提到什么 或易之石鹏之规 佛克为 真脊 亡用想于地 脊 它很少有一个咬尺 两个脊的 好 我再讲一遍 易挂 跟损挂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 咬尺 或易之日 石鹏之规 那时候的规 是国宝 我给各位讲 石鹏之规 一鹏十个 石鹏就一百只规 现在一百量法拉利给你 你现在的标准来 那是不是很大的财富 或易之石鹏之规 佛克 你不去违背 这老天爷给你的礼物 当然不是给你美女了 什么天上掉下来 那不行 老天爷给你的这个庞大的财富 就像我们台湾 就像郭台铭 郭台铭 因为老天爷的赏赐 他发达了 台湾首富 可是他也没闲到 你看 这一次的 四零山地震 他一开口就六千万 就捐六千万 后续还会不会捐 还很难说 那时候 COVID-19的时候 一捐就是几亿 去买药 给大家祭苍生 这就是符合 我们讲这个谣词的意思 六六谣 获益之 就益挂 益之 获益之石鹏之规 佛各位 你接受 而且你去做好事 去做利益众生 这益挂嘛 所谓利益挂 最讲的就是利益众生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 获益之石鹏之规 佛客各位 真己 你要坚定你的这种什么 做善事的信仰 真己 一定会 最终一定是己 我们再验证 王用享余地 王啊 我们人每一个人 你自己做仇心都是王 你不要忘记这个祭祀的利益 这个回归 这个还愿 类似像还愿一样 王用享余 想就想用的想 想在古代是一种 己事 王用享余地 己 你看 前面就跟你讲真己 那样的做 就会己 最后一个就断句了 就是己 所以这个 灵归啊 归啊 不得了 在国人心目中 不管从甲骨文 从易经 好 我们在港部 把话拉回来 为什么讲这个呢 所谓的华东三大文化区 不要说华东 应该说东 整个的 中国的东部 林京的不算 我们算 南有林家灿 中有什么 大文口 东北啊 东北来在讲的 红山文化 这三个大文化区啊 它的上层社会 就领导人之间呢 它是有种传承的关系 或者它有种互相 传递讯息 会有互相影响 说明我现在来讲 他们三大文化区的领导人 他们之间有LINE 或者三大领导人之间有微信 他们可以通 林家灿 主要地方是在安徽 我老妈的安徽 上次我还接待一批 安徽来的一些官员 做二十四校的考察 考察也考察目的了 我就去当指导老师 我看到安徽来的 我就很亲切 我老妈还在 我老妈还住在 黄山的附近 安徽了林家灿 年代呢 跟红山文化 不相上下 大文口 然后最北端的 红山文化 他们说大华南区了 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华南区 领导人之间 他们上层社会 之间他们思想 有所连贯 从一件小的器物上可以看 最早这种筒形器啊 叫马蹄形器啊 红山文化的有名 你再去探导 它的源头来自于林家灿 林安徽这边林家灿 通常来说尺寸稍微小一点 因为他们最早是佩戴的 佩戴在胸前 他们最早的形状是什么 这个乌龟的形状 这个简化的乌龟 但是以前 因为料跟功的关系 他们没办法做到这么细 他们龟壳 龟的背壳 跟龟的腹 他们各自 雕左而强 然后再把它打动 绑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然后中间还插着玉签 玉棒子啊 就是 插着玉签 就是 换句话说 它很可能 就关于专家里 它很可能 是当时的一种中医 它当时是一种乌医的 不叫中医 当时叫做乌医 乌神的时代 跟乌医的时代 甚至于不排除 它是像甲骨文一样 它是一种什么 算命 不是算你的命 算我们的命 我们没这么了不起 祈祷国家的命 还有 什么 寻乎济世救人 最早是这样来的 到临家山中期以后 治愈 的工具发达了 他们把这个两者规格 我们实际考古都出土了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神秘图案 好像我们的天文图案 夹在中间 到最后 它就把它做成一个筒形器 一个筒形器 一个抽象的乌龟形象 然后把它连起来了 长得就像这样 体积比较小一点 里面还是插着一个钳 预钳 根据研究 大家 想破了脑袋 想通了 然后这跟红山文化离得这么遥远 他们都在东部地区 我们讲大文口 大文口的玉雕 没有 临家山 临家山的玉雕 比较发达 跟红山一样 尤其红山的玉雕 是非常成熟的 大文口的 但它 它这个 从临归的造型 归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 整个 攸关到一个领导人 国家的 所有的 要打仗也好 要祭祀也好 要 要耕种也好 国之大事 离不开这个归 所以为什么 易经开宗民意的 一挂 三壘一挂 第一要 它就跟你讲 十二临归 你不去好好的 照顾你们家的 凌归 好处 凌归就是自己的 内心的一种修养 一种修行 你就在那边 成口舌之欲 或者成口舌之惯 十二凌归 光我躲一 修 直接就给你 开宗民意去修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 红山广化讲的 无语不障 无语不理 都是在大祭司 王一级的领导人 才会出现欲 尤其是马蹄行器 我再用 除了刚才 林归的概念 我讲给各位听 我另外 比如说 易经 你教易经的 你就讲易经 好 我们再讲 客观一点 市民 那古书大家 就代表性古 市民里面讲 惯 这种惯性器 都称之为惯性器 枕头也是惯性器 是吧 头者身之惯也 大头大头 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 你有大头 我孙子就很聪明 头大大的 小时候很可爱 像健康宝宝一样 她女同学有时候 就开大玩笑 是吧 你的头像地球这么大 头者什么 身之惯也 头者身之惯也 好 所以市民里面讲 惯 就是戴帽子的惯 惯 惯也 惯通了惯 惯通隧道 惯 惯也 所以 惯涛发也 惯 六惯三六的惯 惯涛发什么意思 能量的展现 你一定要戴这个帽子 你才能够什么 展现你的能 最高的能量 这帽子重不重要 我再讲 市民里面 惯 惯也 惯通也 惯 惯也 所以惯涛发也 energy 能量的来源 重要的能量 好 再讲 更大家了解了 理记 理记 惯意 惯就丹帽的惯 意就是意气的意 惯意 惯意 惯着 理之实也 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 理义廉耻 四位八德 四位八德里面 以理为首 孔老夫子讲了 克己 惯理 位之人 理最重要 中国人 中国人不讲理 那不是中国人 或者不是华夏民族 好吧 理记 惯意 惯着理之实也 事故 古圣 古代的圣贤 非常注重 帽子 帽子就代表一种理 惯着理之实也 事故 古之圣者 重惯 重是惯 又接着讲 惯 而后福贝 你整体的 就像我们军人 穿军人的大礼服 重惯想要穿军人的大礼服 惯 而后福贝 福贝 而后 容体主 容体主 就是你整个的容貌 幻发 颜色起 颜色起 就像我们阅兵的时候 陆海公三军 不同的颜色 在前面 或者你 不同的什么 文武百官 各有各的颜色 各有各的直属 所以 冠而后福贝 福贝而后 容体主 容体 主 颜色起 辞令顺 你才能够 把你的命 传到 所有 什么 普天之下 莫非王主 帅主之兵 莫非王臣 就是这样来 好 这两者之间 关于我们就讲 这最早是从 林归而来 所以 这个是 洪生文化 很有名的 马蹄琴棋 带在头上 因为 最考古处处 有一部分 是摆在胸前 一部分 是摆在头上 都是重要部位 再把五分之三 根据 郭大顺 所长的说法 五分之三 的考古 是摆在头上 所以 他有可能 是法事 当做灌 也有可能 是什么 法事 然后 这个大法师 过世之后 就当他的什么 枕头 他既是灌 也是预枕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那演出出来的 红山文化的 这个真正的 这样的预枕 所以灌着灌也 所以灌头发 它是energy的展现 2015年 习近平 习大大 刚上位 不久 去拜访 英国女王 还有她的夫婿 这很正式的 当然两个 现在都不在 去拜访了 当时英国女王 也很重视 见他们夫妻的时候 是吗 她跟亲王 都在 而且还戴上皇冠 她有很多顶皇冠 她戴上最尊贵的 骑士皇冠 上香的蓝宝石 大壳的蓝宝石的皇冠 这叫做骑士皇冠 为什么 就是这么讲 古之胜者 众冠 冠而后 伏辈 伏辈而后 什么 荣体足 颜色其 持令顺 把整个的 它的欧洲 最重要的一个君王 虽然现在已经 不是君主的时代 但是 它把它 仪式性 展到 表现到 最高的一个能量 这非常非常 那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经典画面 好不好 我想我们今天 把这两件器物 枕头 我刚刚讲了 枕头是枕 头的 所以他就说 头者是什么 身之冠 而且他的 开口笑 又灌着灌眼 所以灌头发 眼神 笑笑的这种眼神 笑咪咪的这种眼神 那是一种能量 一种微笑的一种能量 是一种 不怒而微的一种形象 所以他的这种雕塑 是现在 你说现在 仿能够仿得出来 你只仿其神 仿不到其神 仿其形而已 仿不到其神 我们在这一件 庆舍斑斓的这件 开口笑预诊上 开口笑受足预诊上 我们得到的启发 而连接到 这件红山文化的 马蹄形器 再连接到 林家滩 安徽的 林家滩文化的 什么 林归形器 归甲形器 就知道 在头部的东西 都是那么重要 甚至都跟林归有关 或者什么 灌着 灌 所以什么 灌桃花 灌着理智 食也 这个都有关系 好 我想今天我们把握时间 不能讲太多 下次我再有机会 再跟各位介绍这种 这种除了马蹄器 又叫称之为 菇形器 这金箍棒的孤 它可以孤东西的 它都有它的特殊的一个 在理方面的一种 展现 最高的一种理 所以灌着理智食也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拿着 材料 如何 材料 考端